是门口停了车 走到店家前敲门 扣扣扣 透过玻璃门可以透视屋内 屋里一名老人家中风行动不方便 拿着住行器缓缓走过来 他身体一侧无力走得很慢 但是看到门口有人好意伤前开门 说过年休息没有营业 其实连安全帽都没拿下来 就往屋里内部走去 老人家回头似乎想要叫住他 却无力拦阻 我当下就马上吓斥他 怎么可以这样子直接 禁止的走到我们家里面来 他利用我们家老人不方便 好意开门 但是他却直直的就冲进我们家里面 我觉得这个行为很过分 屋主在楼上听到声响 下楼查看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镜头前看到男子对着里面说话 又指外面 说是老人家开门给他进来的 发现还有其他人在家 随即掉头离开 桌面上的那个零钱有短扫 我们的监视器有死角 所以没有证据去证明 那我们的损资也不大 事发在大年初三 苗栗是一家通讯行 无主事后PO出影像提醒民众注意 警方网络巡逻也发现了PO文 主动侦办 本局已掌握 虽然是谢姓男子 将通知其道案说明 警方以车追人锁定对象 车主是通宵镇一名谢姓男子 身形看来也是他 他是通宵镇的治安移虑人口 通知道案说明 无故入侵他人住宅 屋主可以提告 苗栗过年期间 闯空门住宅气案有六件 其中三件已经侦破 还有三件正在追气小偷 TVS新闻罗一新谢贵金屋书评 苗栗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